会议推选彭新华为四川代表团团长 尹丽 王燕飞 范瑞平 王宁 陈文华 叶壮 刘作明为副团长 会议审议了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大会议程草案 传达了代表团召集人会议精神 彭新华在讲话中指出 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是在全面健身小黄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开好这次大会对于贯之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把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齐心协力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彭新华强调 四川代表团肩负着全川九千一百多万各族人民的众托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要肃劳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贯之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 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 保证党的重大决策顺利实现 保证大会各项议程顺利进行 要认真依法履职 切实肩负起人民富裕的职责使命 新系国际名声 充分发扬民主 坚持求真务实 以主人翁精神 审议好大会各项报告和议案 聚焦推动一干多支 五区协同 四项拓展 全域开放 构建五加一现代产业体系和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好三大攻坚战等全省重点工作 积极主动提出符合国家战略布局 符合四川发展需求的高质量议案建议 要严格遵守会议纪律 连结纪律 保密纪律和大会各项规定 严格遵照大会议程和日程参加活动 不得组织与会议无关的活动 坚持例行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 严格实行报告制度 加强汇丰会计监督检查 以过硬作风营造良好汇丰 充分展示四川代表团良好形象 加强汇丰会议监督检查